就给她做饭 那你为什么不请假呢 我怕老师不让 你娘真的病了吗 那你先走吧 等你娘病好了 可不能再这样了 知道吗 知道了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走吧 谢谢 来 走吧咱们 谢谢二位 先生慢走啊 李伯伯 我来了 来 二位慢吃 阿诚啊 你这两天 怎么总是来得这么早啊 早点做完活 可以早点回家做功课 打赶紧 好 好 娘 这些包 你放学后都是飞车 妈 你叫我 这就是阿诚她娘啊 你不知道她在这儿帮工吗 原来是这样 阿诚说 挣些钱不给家用 这样 她的娘就不用那么辛苦地做活了 这孩子 真懂事 你 娘 我以后都要先这样握住你的手 愿不放开 好吗 傻子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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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点洗完 咱们早点回家 阿诚啊 这是今天的工钱 谢谢李伯伯 好 娘 给您 老板 您肯给阿诚一个帮工的机会 我很感激 但是 我还是希望阿诚能够好好念书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赔个不是了 阿诚以后不能再来这里了 阿诚 听娘的话 娘只要您好好用心地念书 知不知道 天下父母心 这个我能体会 我担心您历史找不到人帮忙 会耽误做生意 所以 从明天开始 由我代替阿诚来帮您洗碗 直到您找到新的洗碗工为止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还是我尽快地找到就好了 没事 是我应该的 你真是个好母亲啊 怪不得 能教育出阿诚这么一个孝顺儿子 走 好 娘回家给你做饭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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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来做什么 嗯 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你 我要休息了 我没什么话跟你好说的 我不是要说阿诚的事 有什么事情 你就说吧 关于分店的事 王仁华 我再认真地跟你说一遍 方叔方婶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 他们在成家这么多年 不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知道 因为杨慧音的事情 你对他们一直有成见 可是你也用不着抓住分店经营不利的小辫子不放 我 更不用在这里煞费苦心地挑拨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雪儿 我有必要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我在成家 第一我不拿薪水 第二我不做任何的主 第三我不继承家业 我所做的一切一切 都只是为了天方茶庄 为了你 为了守住对娘的承诺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成家好 为了我好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突然让阿诚住进成家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是为了孩子好 我看你不是为了孩子好 你是为了得到天方茶庄吧